请固定好连接 连接贴料前 用螺母将其固定好 将机箱的电源线接到插座上 确认机箱内风扇开动 电压指示灯亮起 关闭按钮指示灯亮起 安全电压指示灯和模式一中的第四档的电流指示灯亮起 按下开启按钮 5秒钟内按下射枪启动按钮 再缓缓松开 如果未能在5秒钟内按下按钮 请重新按照步骤执行启动操作 按下机箱启动按钮 然后按下摄枪启动按钮 将模式一的电流指示灯 调到第一档上 旋转摄枪启动按钮 将电压调到170V左右 顺时针方向旋转为提升电压 反时针方向旋转为降低 将所需的焊丝固定到天料前上 将针焊出磨光去绝 戴上防护眼镜和手套 均匀预热弓箭 使其温度高于焊丝的熔点 但低于弓箭的熔点 在针焊的部分加上所需的焊机 先焊时 射枪的移动速度 需保证烧热的弓箭上的焊丝融化 将融化的焊丝 将弓箭间的缝隙填满 如果火树意外熄灭 请在5秒钟重新按下并缓缓松开射枪的启动按钮 已将火树重新点燃 注意工作电压 需保持在170伏左右 迁焊后 弓箭的冷却不能过激 应在空气当中自然冷却 工作结束时 按下机箱按钮OFF 关闭射枪 将射枪的3-5厘米放入盛水的容器中 在射枪浴水冷却 发出的滋滋声停止时 需立即将其取出 前焊结束时 需仔细地将焊剂清除 当射枪中的液体用完时 火树会变长且电压降低 如果您未关闭射枪 当水都蒸发掉时 射枪会自动关闭 且过热保护指示灯亮起 在重新注业前 需按下机箱上的按钮OFF 关掉射枪 射枪的冷却 将其3-5厘米深入盛水的容器当中 当嘶嘶声音停止时 需立即将其取出 以防止射枪自动将水吸入 如果在冷却过程当中 您忘记了将射枪及时取出 且射枪已经将水自动吸入 请启动射枪 在模式1的第6档下将水蒸发 直至射枪自动关闭为止 在每次使用前和重新注业时 射枪的注入只能采用被动注入稀释酒精的方法 我们在准备工作部分已经有所描述 当注业结束时 请将射枪擦干 在轻汗的部分加上所需的汗机 均匀预热弓箭 注意弓箭不同的导热性和大小 对于导热系数高且体积大的弓箭 则需相应的延长时间预热 所用的汗丝需同时适用于做迁焊的两个弓箭 汗丝在烧热的弓箭上融化 并充填弓箭之间的缝隙 工作结束时按下机箱按钮 关闭射枪将射枪伸入水中冷却 在射枪发出的滋滋声停止时 需立即将其取出 工作结束时 请从插座上拔掉电源线 断开射枪插线头到机箱的连接 断开天料前与机箱的连接 机箱维护前 需断开机箱的连接 将射枪电源线与电源插座的连接 将射枪线栏从机箱上断开 技术维护包括排风孔和防护网 在内的换气系统的清理 维护前需断开将射枪到机箱上的连接 如果您之前是在摩十二下进行工作 还需将防护罩取下 将射枪做如下处理 用多用扳手反时针方向将射枪盖拧开 取下盖子 和喷嘴 来回旋转蒸发器 将其从枪内抽出 将射枪倾斜 将射枪倾斜 让螺旋弹簧滑出 用顶杆窄的一端 将石音管从射枪蒸发器内抽出 用多用扳手 按反时针方向将电极拧开 取下螺塞 按顺时针方向 将启动按钮拧到头 用多用扳手将螺丝松一圈 取出电极杆 用金属刷 将蒸发器上的水锈除去 当石音套管上附着铜锈和碳黑时 需更换套管或将其脏的一端 放入氯化腺液当中浸泡几小时 检查蒸发器内的不是弹簧的弹性 有必要时将其更换 当电极当中 嵌块上出现缺口时 请更换电极或用厕刀将其清除 厕刀清理后 需检查电极的长度 如果电极的长度低于15毫米 请将其更换 更换电极的时候 为防止电极被烧熔附着在电极杆上 需在其螺纹上涂抹石膏末 将电极淋入电极杆 将电极组件放入射枪 并用多用扳手将电极拧紧 再取出电极组件 检查喷嘴孔的直径 有必要时更换喷嘴 按如下操作 组装射枪 顺时针方向 将射枪启动开关拧紧 将电极组件放入射枪 将电极组件的平座 嵌入固定组件当中 即当电极组件在凝不动时 用多用扳手将电极组件 压到相应的位置 绿色标记代表切割模式 红色标记代表焊接模式 此为启动按钮所需形成距离的设置 轻轻将固定螺丝拧紧 按上螺塞 从蒸发器宽的一端 将石英套管插入 并将蒸发器的底部 与套管底部对齐 在蒸发器上 套上螺旋的银子